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發力的人生 Hello醫生 你好 Hi Della好 大家好 近幾天這兩個星期 香港的天氣實在太炎熱了 剛才6月尾7月初 早上起床時 7時多時 室外溫度已達到29至30度 但這個熱度不僅在香港發生 原來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地方 也一樣是這麼熱 還要有些地方創造高溫 在網絡新聞上看到 日本的靜岡縣裏 創造了3月的溫度 84年來最高的紀錄 而這個高溫下 有高達260人是因為中暑 而需要入院求醫的 甚至乎有些情況 在東京市內 甚至乎有些因為年長的長者 在其中睡覺時 沒有開空調或冷氣 甚至乎是熱到中暑後 亦失救而死亡 不僅是日本靜岡縣、東京市等情況下 原來遠自在墨加 朝聖的地方 因為現在是朝聖的時間 那些穆斯林的人士 希望有生之來 每天都可以去到朝聖 就是我遇到剛剛這個時段 去朝聖的時候 但當地的氣溫 日後可以高達51度 在網絡新聞上看到 真的有很多人 躺在地上 在報道上 有超過一千人中暑 有些甚至乎 已經在報道上死亡 還中暑的人都不止 而是大約 估計超過一千名朝聖者 是因為中暑的情況而死亡 袁先生 這個情況似乎很危急 因為在暑假時 每個人都想外出活動 言而限 我要和陽光玩遊戲 但是似乎中暑的問題都很嚴重 不如你幫我們聽眾 講解一下 如果我們遇到這些情況 我們應該如何去做一些預防 甚至乎真的不幸 是出現了中暑的症狀 我們在臨床上 有什麼療劑可以幫助病患者 這個新聞都是前幾天 講過密家朝聖 你看到報章裡面 還有很多照片 真的看到很多人躺在地上 原來高溫高到51度 涉事 我們香港30多度 已經嘩嘩嘩叫 他們說的是51度 他們裏面的報告都有提及 當局應該知道 末年不是第一次辦的 每年都每天都有人去朝聖 原來他們通常有一個quota 那些人去的時候 他們會給一個先註冊的安排 但是很多人拿不到quota 總之就是不理會那麼多 先去 這些人還未被當地人招呼得好一些 因為有些地方讓他們去 有陰的地方 有一些帳幕等 被他們避一下 但是原來很多這些人 根本沒有註冊 沒有什麼 是自己去的 變成他們不能進入這些安排 避暑的那些设施 真的看到照片里 很多人躺在地上 很多人都是成千人死 简直不可思 当然在日本最近也有些人想去日本去富士山 富士山应该是高山 不应该是中暑的 但福岗这个地方有260人中暑 中暑其实可以很危险 你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可以说在同外疗法医学上是需要急救的 不是这么简单去处理 当然如果大家认识同外疗法 或者避了同外疗法的疗势 当然有很大机会即时用疗势 在危急的情况可以处理得很快 先讲讲一讲如果一般遇到这个情况 不是很多人随身带着疗势在身上 可能要回家才处理得很快 如果即时遇到一些人在这里中暑 通常我们尽量将患者放在阴阳的地方 以及比较凉的房间 尽量不要被人围观 因为要多用身体流通的空气 所以通常遇到这个情况 通常遇到这个情况 将患者的衣服解松 会比较冷的地方 通常在头部可以用毛巾濕了些水 濕了些是热水 不是冰冻的水 濕了些热水 濕了之后是敷下去的 不断来换 但记住毛巾是热的毛巾 水不是冰水 为什么会用热水呢 大家评识同类疗法就明白了 同类相似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用冰去注入热 如果是因为热 我们用热的方法 刺激的身体 身体的康复是更加快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 用暖水 先将它弄濕的暖水 来抹身 抹身后 用一块干的大的床单 这些类包住它 不需要拆它 用这个方法 暖水 冰水 抹身 然后用干床单包住它 如果脚很冷的话 可以试试用热水去处理 或者用热的砖头 例如周围附近 可能有些地方晒到热 有些地方有热的东西 都给它 如果病人能够吞烟 可以给病人一些茶 或者草茶 甚至缓短的咖啡 喝一下 这是即时处理的手法 在同学疗法里 我们过去都经常遇到这些情况 当然我们很少被急救去过去现场 我通常都是事后之理 有些病人说 它是很容易中 不容易热的 一热可能会发烧 或者自从晒了之后 长期不舒服 不是说晒了再休息 自此之后 眼睛很不舒服 在这些情况之后 我一定要视乎 它的情况配合适当的疗剂 例如长期中暑或暑热之后 身体更加不舒服 我们的疗剂会用 涅剂会用 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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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剂是阳光 很有趣的 这个疗剂是太阳的阳光 照到水里 将它吸入太阳的能量 成为疗剂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处理这一类的情况 也有一种情况 可能人们因为牢狠 辛苦 在多热的时间牢狠辛苦而出现问题 这个疗剂是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m crudum 的人就是怕热的 基本上怕肥肥 很饿食 很怕热的人 或者我们平时发现自己 很容易晒身会起疹 会被皮炎出现 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怎样可以避免它不断出现呢 疗剂也是用Napmer 疗剂和Sol 当然其他情况 有些人譬如说 它是晒了之后就会头痛 有很多疗剂 antimonium crudum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疗剂 似乎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 或者有些人因为在暴日之后睡觉 然后起床出现问题 这个我们也有疗剂 比如Acony 糊头 Beratrum Beratrum kombiner 亦有些人因为晒了之后 很虚弱 它的后遗症感觉很虚弱 我们都会用这几个刚才提及的疗剂 Gloninum 碳酸钠 National Carb Sol Sol Veratrum 这些 Veratrum 通常虚弱度是飙难痕 飙难痕 所以我们的疗剂是视乎当时的情况可以配 有些人的眼睛特别敏感,怕阳光敏感 疗剂都有几十只 主要是Netmerge为主 Netmerge的人怕阳光一定要戴太阳眼镜 人比较文静 所以疗剂方面处理因为太阳 热太阳导致暑热的问题 可能中暑或者heat stroke或者sun stroke 其实也有好几只疗剂 跟大家介绍一下疗剂方面 每个疗剂应用 记住有几十只 每次介绍几只会有多机会用到 其中一个是Econite 当人的头部在暴日之下直接晒得很久 令身体受过分热量 令头部的动物膨胀 在脈搏跳动得很厉害 极度的口渴 面红红 呼吸是短促 还有人很紧张 好像很惊慌 好像很惊慌 就是死了 如果这种紧急的情况 这个疗剂可以想想想 Econite napoleum 另外一只跟Econite很相近 就是Beladonna Beladonna是个癫剂 也是 头部有很严重的头痛 头很胀 好像裂开 不可以弯低头 一弯低头 就会更加厉害 好像脑子要逼出来 或者人可能有缓云 蹲下头就会缓云 或者坐在这里突然起床 有缓云 这个症状 这个也是 那个癫剂 Beladonna 另外一只就是Amylnitricum Amylnitricum 中文叫做 亚硝酸无脂 Amylnitrate 拉丁文是 Amylinum nitrosum Amylnitrate 这个差不多是 利底语那类的东西 通常出现 是一个充血的阶段的众鼠 他现在很惊王 不断需要新鲜的空气 头都温温等等 又好像呆呆 好像喝醉酒那些 头就好像胀到要爆 而且感觉那些血 不断涌上去 面红红 还有潮热 一层一层的热 尤其是 头顶上方的 也不够气 心胸好像觉得 抽策住的感觉 心脏好像压力的感觉 这是很急切的症状 另外一层就是 Brownia album Brownia 主要的就是 头像裂的痛 最重要的正常是 不想动 一动头很痛很痛 他就很猛疹 尤其是早上做 特别猛疹 也可能因为作梦 嘔嘔闷闷 不想坐起床 坐起床的人好像想昏昏 当然他很肝 尤其是分别很干 磨得干得磨得不到 或是消气气的感觉 头脏脏脏 但记住Brownia的重心 不想动 一动就会痛得很厉害 另外一种就是Canphora Canphora是脏脑 这个也是因为 阳光暴晒之后出现的症状 主要的症状就是 密动 薄薄的声 好像有个锤子在哭 在后脑有个锤子在哭哭 眼睛就疑视 眼睛定定 或者向上看 或者向外面看 但Canphora很有趣的症状 人的皮肤很冰冻 这个很重要 footprint是冰冻 并不就是Beradonna 不是Beradonna 不是Beradonna 一想到皮肤冰冻 还有身体被咬着發浪 身体的气力 不断来消失 这个是Canphora的经验 经验经厌 经验经厌 经厌 很容易记得尿剂 这是主要的症状 另外一种是Jalcimian 黄素卿 主要是前压很痛 头顶和眼睛好像暗了 耳鸣很厉害 头像胀大一样 胀胀满满 面又红,红得又尖寒 颈动物有密动感觉 说话是很不清晰 头跟鸳鸣语暑的感觉 通常看着看着的人 都是眼睾睾、头睾睾 去捏捏的感觉 但不合合 这是黄素卿,也是我们遇到感冒的尿剂 最后一种是Groninum Gronin是三金油酸 头部极度冲血,像太阳鱼和头顶要爆开 头的密动情况是很严重的密动性头痛 加上心脏跳也很严重 而且要平衡的头很辛苦 不动得 所以Gronin是一种爆爆声的爆 其实跟Beladonna挺相似 Beladonna的面是很红的 Groninum的面是很暗淡的 那种感觉 这些是一种急性 当然如果去一些地方 比如香港有些人喜欢去户外行山 你可以带定这些基本的尿剂 这些尿剂我们很多病人都自己避免了 在绿庄院健康店可以买得到 如果你知道自己平时不太能晒的人 记住 最好避免这个尿剂 或者先吃尿剂 好像Nature carb 有些人平时一晒热就生病了 不舒服了 发烧了 用到尿剂 很大机会这些问题就不会再困扰你了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的分享 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可以尚备一些疗剂 例如刚才提到墨家朝圣 在服务院等 有很多人中暑 要入医院甚至死亡 香港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能入医院都快速 不过始终如果我们常备了一些疗剂 用适当的方法去处理 其实有机会可以令到一些暑热后的后遗症 也不会再发生了 刚才袁先生介绍的疗剂 有部份是因为热后 中了树或觉得中了树 曝光了太阳之后 出现了一些后遗症 都可以用疗剂去处理 不是有时想到 过了之后脱皮 睡一觉便会没事 但可能已经有些后遗症 潜伏在自己身体内 令到工作的时候 不像以前那样爽朗、利落 所以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 去处备一些疗剂 或者同行的时候 可能未必是自己的 而是身边的亲友 也可以用疗剂去救他们的一命 甚至在处理上会更顺畅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疗剂 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ido.com 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理发愈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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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